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一直在想 我能给他什么 没钱就算了 连京城陪着他 可能都做不到 喂 你那边都挺顺利的吧 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都顺利解决了 应该能比预估地 提早两天结束 我说这李总怎么有工夫找我吐槽呢 是有什么问题 你不知道啊 我们李总啊 是个严肃活泼的人 工作上大大小小药管 这手下的年轻人终身大事 也操心得很 这不 他本来想给他们所的一个小伙子 介绍一个别的所的姑娘 结果据说你整天啊 装得特别犹豫神尘 经常一个人看星星 收工之后呢 不参加集体的娱乐 一堆涉事未深的姑娘 被你迷得不要不要的 直接破灭了其他所这些小伙子的希望 我说老鱼啊 你以前没有装的这个毛病吧 我连赢了几天 他们开除了我的派机 你要这么说 我就觉得你更装了 这人长得帅还装 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啊 就是要警告你 务必要继续地装下去 你听我的啊 一定不要给其他所的小伙子 留一丝希望 到时候呢封你个我怨之光 我问你啊 我们李总给我打电话 就是要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怎么回人家啊 要不我就直接告诉人家 你喜欢的是你们高中同学乔晶晶 我告诉你啊 这单位里的微信群啊 发了你和乔晶晶打游戏那个视频 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跟乔晶晶是同学 我一琢磨 这不就是你在西安的时候 经常提的那个姑娘吗 你当时还老吹牛 人家喜欢你 不过我看那视频好像 这个姑娘对你还挺有意思的 你怎么现在还是光棍啊 我一直在想 我能给他什么 没钱就算了 连京城陪着他 可能都做不到 你嫂子说了啊 不是这么算的 我说你是傻叉嘛 你说对 嫂子 承认了 是想明白了吗 客观事实永远存在 客观事实永远存在 不是想明白的 是 是我处理不了 你有所未能有的 有κε呢 各种的